行政院副院长徐静忠昨天提示了台湾省农会 就让省农会加强肥料配品、饲料品质的改良 以及风灾季节前的蔬菜供应 省农会配合政府推行粮食生产 办理了3亿5000万元的无息贷款 从今年4月15号到5月15号为止 已经贷出了3亿1341万元 贷款率高达89.62% 其中宇嘉宇建成绩最好 贷放金额达到183% 对省农会的成就 局部院长特别予以加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达到183%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达到183%